张女士出现了 这一瞬间她摔倒了 这时候她右侧有一个超市员工在现场 在2018年7月 张女士穿着人质拖进入肖市 室外踩中一粒 跌起地下的车梨子 当场滑倒 坐了几分钟都没办法动 职员见到 就叫白车送她入院 送院之后发现 是又笨骨骨折 肖市给了2万元人民币医药费 经历两次手术之后 最终被判定是十急伤残 她将萧市告上法庭 要求萧市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和生活费等 一共50多万人民币 不过萧市针对她最仁致拖这一点 认为她自己未尽安全义务 而当初已经给的2万元人民币医药费 已经是人道主意救援 从来都不是赔偿 案件早前经历二审 法院最终考虑现场情况 认为萧市应负失成责任 判赔16.9万人民币 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穿人质拖本身没问题 但张女士当时走路较快 又没看脚下的路 自身都有一定问题 来门说 自2021年起 实施文法典 规定商场 崩馆等公共场所 未进到安全保障义务 而造成他人损害时 应当承担责任 而张女士 事后一直属于治疗 所以亦适用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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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